毛泽东四人医生回忆录 作者 李志隋 播讲 夏秋年 序幕 毛泽东之死 大宪将至 主席 你叫我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 嘴唇涅涅的动着 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耳鼻旁 毛泽吃力的喘息着 我俯下头 但除了啊啊啊外 听不清他说些什么 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 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 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 自从1976年6月26日 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 两个多月以来 我们24小时照顾他 护士人手原本不足 从医院又调来一批 每班三个人 定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 我昼夜24小时待命 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 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 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 毛不是凡人 甚至不是帝王 他是个神奇 瞎住 神奇就是神明 将近二十年来 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已与日常生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这已俨然成为事实 全国各地的街道 工厂 学校 医院 餐厅 戏院和家庭中 充斥着毛的肖像 还有这句口号 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 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 毛一定可以活到100或150岁 瞎住 这里可能是作者的比悟 因为据说这句话是叶剑英说的 叶剑英当年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称 根据北京301医院各科专家研究的成果 毛主席可以活到150岁 林彪主席可以活到120岁 话修续凡 谁敢暗示毛是凡人 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 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 不知道毛病倒了 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 略亏毛衰老的情况 毛的最后一张照片 是在1976年5月与辽国领袖凯山的合照 瞎住 辽国就是老窝 编者住 1973年后 毛行动都需要旁人搀扶 因此未曾有站立或行走的照片 中国当局记录 毛于1976年5月27日 曾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会晤 言归正传 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 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 直到1976年9月8日早晨 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 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 毛的死期尽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 华国锋和王洪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 张春桥和汪东兴 这四个人自从6月26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 也一直分成二组 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 对毛忠心梗梗 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 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 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 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位四十时 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 我喜欢华国锋 他的正直和诚恳 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1959年大跃进时期 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 认识华国锋的 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 毛非常欣赏他 两年后 在大跃进时全国经济衰退之际 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 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 他说 经过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 人瘦了 地瘦了 牛也瘦了 在三瘦之下 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 毛对我说 他的话 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1976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 在此之前 毛一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到了4月下旬 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 并抗议造反派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四人帮 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 毛为了安抚造反派 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 毛为了搞调和 不选造反派 而选华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定的接班人 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 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 1976年4月30日 他告诉毛主席 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 我也在中南海 会后话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 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 毛全区的字体写着 你办事 我放心 照过去方针办 慢慢来 不要着急 那时毛以口齿不清 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 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 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1976年9月9日午夜零点 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为了急救 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生脉伞 血压由已降到了866毫米拱柱 升至10472毫米拱柱 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 华国锋阴切的眼睛望着我 他低声急促地问我 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 王洪文 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 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 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 空气好像凝结了 我小声说 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 大家又沉默下来 话低下头沉思了一下 然后对汪东兴说 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 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 要他们即刻来北京 汪起身出去时 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 匆匆对我说 李院长 张玉凤说 毛主席在叫您 我绕过屏风 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14年最亲近的隋缘 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 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 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于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 那是1962年冬 他那时年方十八 天真无邪 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 他主动请主席跳舞 就在这次晚会上 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 等到舞会结束 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 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 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灵师在做毛的护士 替他擦身和喂食 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醉酒 虽然在岁月摧折下 他也开始饮酒 但他一直深受毛的信任 1974年 毛的基药秘书徐叶夫因肺癌住院 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 在毛势力衰退以后 他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 张于同年年底 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基药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 给毛检查身体时 还可以见到毛 谈几句 别的任何人 要见到毛 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 1976年6月中旬 当时是国务院带总理的华国锋到游泳池来 要向毛报告工作 叫张玉凤三次 张睡觉不起 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灵师 不敢向毛说话要谈工作 他们说 不经过张 直接同毛讲了 就不得了 话等了两个多小时 张仍然不起床 话只好走了 孟锦云告诉我 1976年初批邓整风后 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 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 邓有病 他要求自己留下 照顾父母 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 很值得怀疑 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他父亲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 完全是因为只有他听得懂毛的话 连我都要透过他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 李院长 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 同时慢慢伸出右手 抓住我的手 我握住他枯稿的手 饶动脉的搏动很弱 几乎触摸不到 两侧面颊深陷 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 两眼暗淡无神 面色灰青 新电图示波器显示的新电波 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 搬到代号为202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 1976年7月28日 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 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 25万余人当场死亡 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 但房屋倒塌多处 数以百万的市民 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 在街上搭的房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 自文化大革命初期 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 它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 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 我们决定将它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202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1974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 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 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 大厦有走廊 连接游泳池 这座大厦就称为202 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 又有一次地震 在202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 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 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 张春桥 王洪文和汪东兴 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 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 房里都是人 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儿握着毛的手 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 江青从他居住的春藕斋赶到 他一进门就大声嚷道 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欢迎订阅